嗯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哲午 好 大家晚安 那我還是問一下有沒有人是第一次來到哲學星期五的 還不少 有 好 那我還是大概講一下我們台中的哲學星期五 那其實哲學星期五它的起源是在大國 就是在1930年代的時候有一個哲學家叫 好 忘記名字 有一個哲學家 他在禮拜五的下午就會邀請他的朋友一起到他家 那他們會談一些社會議題 或者是想一些關於哲學的事情 那這個就是哲學星期五的起源 那在幾年前呢 在台北有一群人 他們就拿著大聲工在師大夜市的入口 就拿著大聲工開始聊起來 聊一些他們關心的議題 聊一些社會的一些議題 那這是哲學星期五在台北一開始的初期 那漸漸的在各地就有這樣一群人 他們就走進了室內 他們會在禮拜五的晚上找一個室內空間 那大家就一起坐下來去談 那哲學星期五談什麼 我們談的東西很多 我們可能談一些在地的一些議題 也會談一些比較所謂大家所謂的政治 我們可能談公民參政 或者談一些比較普世價值的東西 我們也討論過死型的存費 所以哲學星期五是一個什麼都可以談的 只要它是一個具有公共性的議題 其實我們都可以談 那哲學星期五呢 是有一群志工 他們是有一群志工組成的 所以你們各位看 沒有 就是剛剛看到那個很可愛的banner 有一個在何在校的那個banner 或者是在後面錄影的朋友 或是在拍照的一些朋友 這些都是我們哲學星期五的志工 對 所以其實我們是沒有拿任何的 所謂的 所謂的錢 那哲學星期五的運作 就是靠這個了 我們的意囑箱 對 我們來到哲學星期五的講者 其實他們也沒有拿任何的酬勞 但是哲學星期五會補助一點車馬費給他們 如果他們是從台北來 或是從高雄 或是彰化 那我們會補助給他們一些很微波的車馬費 所以就是需要靠大家 一起來 support 哲學星期五的運作 那為什麼 我們會堅持要這樣 就是哲學星期五它扮演的是一個怎樣的一個平台 我們是希望它提供的平台 可以讓大家有機會聚在一起去討論我們平常關心 可是沒有辦法沒有機會去一起聊的一些事情 從以前到現在 可能我們都很習慣的是別人給予我們答案 別人說什麼我們就認為什麼 但是對於一些所謂的社會議題 我們關心的生活 甚至所謂的政治 其實我們不該只是別人給的答案 我們就認為它是對的 我們應該有這樣的機會去表現我們的想法 去討論這些事情 那我們希望哲學星期五就是提供這樣一個平台 可以讓大家去很勇敢很踴躍的去討論這些事情 所以哲學星期五有另外一個特色 就是它是一個以群眾為主題的一個舞台 雖然我們每個禮拜都會請一些不同領域的講者來 但是我們希望我們希望坐在台下的觀眾 你們才是這一場哲學星期五的主角 你們不一定要完全的認同講者說的 你們可以很勇敢的去表達你們對於這個議題的看法 所以哲學星期五有自見 對 那待會兒的自見呢 我們就是可以請大家用簡單的30秒去跟大家說 你叫什麼名字 從哪裡來 那你為什麼會來這裡 或者說你對於今天要講的這個主題 有怎樣的想法 怎樣的看法 賴和文化 因為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上個禮拜賴和音樂節才剛在彰化舉辦而已 那今年好像已經是第六年了 如果你有聽說過 或者是你對於這樣的一個議題有任何的想法的話 都可以在等一下的自見 就是簡單的提一下你的想法 大家好 我叫志祥 我今天從台南沙上來了 然後我自己本身是他的迷信會的資格 本身是我們這台無間的迷信還沒有進去 那今天還有兩條啦 如果有興趣的人可以 可以幫我幫忙 好 來啦 沒辦法第一個就是有這個特選 OK 大家好 我是張睿泉 我也是上禮拜賴和音樂會的表演者之一 也跟賴和有一點關係啦 那也很放心 等一下會來幫大家主持這樣一個聚會 這是我的榮幸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漢陽 一直兩個賴和做的在客裏上看到的姿勢 還有其他的東西其實是一概不是很難的 所以希望能夠這樣的機會 如果多數人也覺得 靜在心上也有很多人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一陣子到台北京的老師 我對我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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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就大家可以欣賞他們的美妙的攤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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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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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們叫凱希 我們現在有一種工作 那LIVE 基本上 我連課程也很有參加過 也太非常早 那我在我妹的課程也沒有看到 所以我對她是 就印象 印象中好像是一個 就是好像很厲害的 但是 我跟她同學可以試一次 對 那個 大家好 我是傅柏勳 然後 還可以叫我把它聽到 我和我的夥伴在經營 共航區的這個活動分享子彈 那今天會來的原因是 因為 我之前就經過很多 關於LIVE 基金會的一些 投送等等的 然後我們的一些朋友也來去 就是那邊 然後我們就來聽一下 大家好 我是傅柏勳的企劉 然後我今天就跟國區一起來 然後這也是我第一次開 那哲學系組的活動 對 因為她也推薦我 然後我就說這支影片來看一下 然後我是從海邊過來 我送一支 然後 過來就參加 對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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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傅柏勳 然後我請學學 大家好 我是傅柏勳的企劉 大家好 我是傅柏勳的企劉 大家好 我是傅柏勳的企劉 然後要承認 然後 可是 我其實是講話 對 然後 也是 雖然換學家前的文字 然後 今天說 因為 不是帶 學校的學妹起來 所以就來整理 換位就很厲害 謝謝 謝謝 好 我是傅柏勳的企劉 大家好 然後我之前就提播家人學姐 講過這個東西 是你的字 然後就一直想要來 剛好就 5月二十隻學姐 所以 請她來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盧雙 我是 之前有 就是 小時候就提播 來的那個文水家 那對她不是很了解 因為 基本上有沒有很詳細談論這個人 那今天是想要來 更了解 賴盒 他 嗯 賴盒這個人 他本身 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對 其他一些事情 謝謝 那我一直講 那 所以賴盒 也是常 就是有時候 聽到他的 不過 也是正好 所以 大家好 我是奧斯卡 那 不是賴盒 今天會有大的子宮 那去年就 跟賴盒結緣 然後就一直到現在 然後 繼續 跟著大家一起 關心在地這樣子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建聖 我是 很想要搬到彰化的台片人 然後我希望 今年有機會可以變成子宮 謝謝 大家好 我是賴盒 我是賴盒 我是賴盒集會的導演師公 那也是這次 參加賴盒 音樂節的 帶著小朋友去跟阿達一起 像白海的這個 然後 另外一場 是長官 成為親吻的 那個老師 那 這件事情 讓我們學校好像有點紅的 這樣 沒有 就是 參加賴盒結的大家 已經三點多了 那這邊也跟著大家一起 參與很多 關心你地方在地的融化的事物 那也很歡迎大家 成為我們賴盒結緣 謝謝 謝謝 我可以問個問題嗎 是 是我看新聞 然後你們的市長說 這是彰化的特色 哈哈 哈哈 不知道什麼 對 嗯 我覺得那是他這有一個想法嗎 因為那個彰化的特色 不應該就是 一個 一個 一個表演 然後 這樣的一個 應該有個 有話問題 相關聯在一起 是不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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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我也 還有點 我覺得還要跟著什麼 再教育一下 因為這畢竟是一個表演 不是一場邀請的一個 帶動唱舞 覺得很難 不是很適合 謝謝 大家好 我發現 我也是台湘的師傅 我發現 我還是覺得年紀最大的 好 我被你了 我被你了 欸 這個生物正要平下 對 對 好 那那歡迎大家 多多來瞭解他 其實剛剛講 有人說 脈就很偉大 我覺得我們是覺得他 平反而自然 那種自然的偉大的人 更理得了 但是 他就是一個很平反 很平易 很親近的人 歡迎大家來了解 跟什麼 跟他 跟何柯一起做的樂 好 我拿到外面 我就做了 大家好 我是牛總比 很少要自我介紹用台語 那個 那個 剛剛有那個 大哥講說 欸 他是你家 你弟兄 然後 因為哄 哲舞都好像都是 大部分好像年輕的 可是我覺得 就是我們常常 有一些比較長輩的朋友 就是比較年長的朋友 來的都會說 啊 很久沒看到他怎麼年輕的 然後那種三句話 然後再來就是 很快就已經在笑著就會 然後 台灣的厲害的 可憐 然後其實我覺得 我們哲舞 我們不是 我們哲舞是不分年紀的 就是說 在哲舞裡面 其實大家都是一樣 不管你是年紀大 年紀小 你是念大學 念高中 念碩士還是什麼 大家在這裡都可以 一起來討論很多的事情 那 我覺得今天 我們要討論那個 Live的這個 同學旅行 我就覺得是 另外一個很有意義 另外一個層次 因為我們 其實哲舞好像很少 討論到文學 那 今天我很期待說 我們今天 可以聽到 三位的分享 好 謝謝 今天我要再講 你好 大家好 我是感恩 加油 對 嗯 算了 算了沒有 一時間 然後那也很難說得清楚 現在沒有那個情緒 因為第一次聽到Live 可能大家知道Live就是那個 那個課本上面的禮慶啊 對不對 可是那時候會發現 那個 自豪 就是那個 看不太懂 然後你也不清楚說 他整個人的歷史脈絡是什麼 我覺得非常的出錢啊 可是到後來開始接觸到說 這些議題的時候會發現 呃 很多人把Live放了 做是台灣的 本土文學的支付嘛 好 那 今年一群 去年我們第一場 折舞去到彈化 就是在Live基金會 那也才看到說 Live的醫生呢 之前的這些 留下來的東西 因為 那個 家衛大哥每次都 他都很愛說 欸 我跟你說的 你看 他都擺得很好 越擺越好 我都覺得 應該是你們暗裝 都四處宣傳Live 做得非常好 對 然後 但就覺得說 呃 像為什麼這麼 台灣這麼本土的 這麼本土的東西 或這些文學 呃 在我們過去的這些 教育體制當中 好像都沒有真正 呃 真正的去學習到 或者是 呃 去有一些接觸啦 那希望說 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像Live他們 一直現在在做的 或者是 像職務一直在做的 那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在 呃 每個地方 可以讓這些文化 更深層的去做 實踐這件事情 好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宇晨 然後我是離開 彰化很久的彰化人 這樣子 就是在外面讀書跟工作 對那 呃 前 上禮拜也是 有參加彰化的 彰化的 彰化的音樂節這樣 然後我覺得 就非常不錯 因為就是很久沒有 插進去中山堂 現在不叫中山堂 現在叫藝術館 對 對然後就是覺得辦得很不錯 然後希望你機會可以 中山堂的活動就是 可能是文學小旅行的部分 可以再多人去彰化一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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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好 我是 我叫阿達 然後我是上禮拜 賴和音樂節 帶了一群小朋友上去唱歌 然後市場亂錄的那個主唱 呃 呃 這是我第一次來折舞了 然後因為 過往很多人 大部分的 週末 或是禮拜的晚上 我都在演唱 我難得有一個空的週末 可以來參加活動 我覺得好幸福 好幸福 對 然後因為明天我們有報名 那個Live的小旅行 所以想說今天晚上 Live的小旅行 所以想說今天晚上 好謝謝大家 好大家好 我是麗君 就是跟著阿達 一起去表演的 大旅行 大旅行手 大旅行手 嗯 那 欸 也是因為你們要參加小旅行 然後其實我對Live的 基金會的了解 通常都是經過阿達 嗯 然後 沒有什麼太多 直接接觸的機會 因為他都直接傳達給我 那今天就是希望來這邊的 多了解一些 大家好 我是雙婷 然後我是雲婷 林彰化安靜 然後我來台中演的 然後身邊有那個 對於社運非常激動的朋友 然後他就推薦我 所以這是我第一次來折舞 然後之前就是國文課的時候 有演過那個 呃 奈何的一趟趁趕 就是我逛播劇 然後我是演大 兇巴巴的行警 嗯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小樂 然後 因為我們現在正在環島旅行 所以昨天才到台中啊 有點誤導 所以來到這裡 因為早上看了台中 就是發展的心思 正的區域 然後想說晚上來舊城那邊 逛逛 然後他就很開心 看到大家 可以問一下 你是從哪裡來的嗎 呃 我們是從台北來的 然後到肉花光 對 想到現在已經 第十幾 十七天了 這樣 嗯 歡迎來到哲樂 大家好 要養養 嗯 多講一點 那你們是怎麼 從什麼地方 直到今天有哲樂 還是剛好就路過 然後一群人很奇怪 就覺得自己很好 習慣 不會的好班來的 喔對 其實我們本來是想來看 好班 因為我也是社會學系畢業的 然後就想來看看學者 從立的這個空間 然後就剛好直到今天有哲樂 這樣 想想去過了嗎 還沒 但我剛才騎車有經過 然後就想說 怎麼這麼特別 想想好不好辦 在那裡 大家好 我是夏蓮 謝謝 那個 我剛 我是上一次有出來選議員 就靠票落選 在大禮入光 不過 跟大禮入光 比較有關聯的是 我也是 剛好是中區的一個導覽之工 那所以我會很期待說 明天彰化的小女生 因為我是一個小小的建築女 然後其實彰化室有很多 現代主義建築 啊 DECO的建築 很精彩 我會很期待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六八歲 我就是 這禮拜五的 二十七天 欸 剛剛才在說那個人之外 因為我七天都在說 啊 那是這個小的也是這樣 因為我本身 自我 多好幾乎 他也會 有拍子我就在參加 啊 那一次 我的感受就是 他們不一樣 這個人說 剛才六三不一樣 怎麼說的 但是 主體不便 但是 他在來用 是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的 他們的 發表他們 他們 五百分之工 五百分之工 五百分的工廠 啊 其實齁 我是如果他們 你要去參加這個錄影 時間的話 你去看的華盒的作品 像我 我可能還 還說得到浪漫 我去幾年以前 我就是 像我當年那裡 我念華盒修師 但是 他以前在念華盒 我們在念華盒 我們在念華盒 這個 真的完全沒有人 我們在感受 你會覺得 完全感受 那個華盒 那個時代 或是說 他的那種心情 鐵圍的那種心情 或是說 他走過一些路 沙灘 一些地方 他會 我是覺得 一個很好 他們很專業 要濟工來講這些事情 這是台灣 本來講 很多的在地 都很多 這方面做不夠 做 他往往是變 一些固難 像 教老師說的 還是教文字 寫的 就簡單說說 他來 真正的精神 真正的來行兵 我說沒有很清楚 所以 他明天要有兩條路線 我明天要來 本來 明天要去參加 其實我很高一會 我每天都會參加 我的路線 已經參加了兩三次 但是 每一次的感受 其實是不一樣的 我是 我很高興 因為 因為這些濟工 我覺得很不一樣 每一次 土浪的濟工 不一定一樣 所以 你的聽到的 的感受 是不一樣的 路線是不一樣的 再說一遍 他們每年都會做濟工 分類 至少八九月 八九月中間 他們會把很多 新發展的 擁有 擁有 他在 製造的路線 他還會加年 所以 每一年我在聽 每一年都不一樣 所以 他是 我參加過 工程路線 我參加過 又參加 來給他 來給他 這麼濟工 這麼多路線 還有這種感受 其他 我台北都參加了一件 我就沒有 甚至我常參加 那些 跟土浪的人 有 跟他經營去 一點 餐廳 他們 他們的感受都不一樣 我覺得 真處 真處 你的話題 你如果有時間 每年 每年 到五月分 進行 你就要注意 你 關鍵字聯絲 和 記錄 你能找到相關 我們的主持人 能去參加 好 感謝 我幫 我幫你阿威大哥 訢通一下 就是賴恆他們的導覽事工啊 他們都要經過半年的培訓 才會出來 就是 坐駕導覽事工 所以他們是下了很多的風 跟用心 就是如果明天有 興趣的朋友 就是一起 可以跟他們一起參加 大家好 我就好 那我是 我也是彰化線 但是我最愛的 其實 我現在沒有怎麼聊 但是我希望說 也可以增加這個 短片這個 活動 然後多少聊 那 我聊一下 等 等你自己 因為 謝謝 還有沒有自介的朋友嗎 好 那 開始之前 我講一下 這邊我們有放 一本書叫《約日人生》 那他一本是250 那這個錢就會直接變成 就是贊助 整個星期五的一些費用 那如果會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自己拿 拿自己錢 放到贊助牆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開始 今天的整個星期五 請問一下